有观察之处 此次日本选择在石垣 宫谷和英美大这三个岛驻军 主要是看出了这三个岛均是西南诸岛中人口较为集中的岛屿 具备良好的机场和港口实施 交通补给十分方便 此外 这些岛上生活设施也比较完善 有利于自卫队的长期守备 按照计划 日本将在石垣岛上派驻约500人 英美大岛上派驻550人 宫谷岛上派驻700至800人 最终使得在西南方向的驻军规模达到1900至2000人 从防卫省已经公布的计划来看 日本在石垣岛 宫谷岛和英美大岛上 自卫队驻军的部队编程基本类似 主要由警戒部队 岸舰导弹部队和地空导弹部队组成 这一类编制的分工非常明确 地空导弹用于防空 岸舰导弹用于抗灯路和封锁附近水道 警戒部队则用于地面转 其中 岸舰导弹是整个部队的核心 日本本身原来它西南诸岛原来是非军事化的 海上保安厅的力量都是很弱的 但是这次我们看它已经大力的部署了 这种正规的这种自卫队的部队 这个最前端的这些岛屿的军事化 这个在过去是完全没有的 现在已经逐步实现了 我看到它不能够